道地时间3月27号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在位于沃泰华的中国驻加使馆 向加拿大白球恩医学发展协会 联合创办人会长艾瑞特 颁受2018年度大使奖 据了解 艾瑞特也是加拿大皇家外科学院院士 多伦多大学外科教授 加拿大白球恩医学发展协会 于2011年注册成立 是由医学专家组成的 意在弘扬白球恩国际主义精神 促进家中医学交流的非盈利机构 2012年以来 该协会每年两次 组织加拿大医学专家 赴中国多地医院 开展医疹和学术交流 如今每年也组织 十多名中国医生到加拿大进修 加拿大白球恩医学发展协会 目前有会员约300人 主要包括加拿大多所知名大学 及医院的医学教授 医生 科研人员等 也有少数来自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白球恩是我们中家两国的 这个友好的一个象征啊 那么他在新的时代 这个继承白球恩的精神 来这个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样一位这个友好人士 非常值得去表彰 当然我们使馆设立大使奖的目的 也是想这个利用我们使馆的这么一个平台吧 能够使对华友好的加拿大人士 在这个加拿大的社会 能够有更大的这个影响 Our mission is equity To provide equity to all patients It is very tough One and we're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it's going to be one Step at a time